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是几岁左右 有些人就会生有些人又没有生 又或者像我自己这样生齐四个 可能有些朋友是一两个 其实整件事是怎样会这样的 我们通常大约18岁左右 就会出了这只智慧尺 或者开始生出来 其实它真的形成 可能大约13至14岁已经开始形成 看到有个很明显的形 到它生出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些症状 比如会痛 就是它其实会令到我们有机会有其他问题 但是这个智慧尺 它是不是一定有四个呢 其实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可能它天生冒了一些 或者大部分的人来说 它以为自己没有智慧尺 其实可能智慧尺藏在里面 不够出 所以就好像望络冒了这样 有时可能智慧尺都会藏起来 那怎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智慧尺 又或者真的智慧尺又不痛 其实是否就不用处理 很多人是智慧尺不够出的 当然有部分的人它够够出 真是好像完整一只大牙 清潔得到 那我们不一定要处理它 或者刚才说 有很多人是完全出不了 甚至在口腔都看不到 那些要找牙医去拍X光才看到 但其实出至位置是 刚才说18岁、19岁那些时候出完 那每一次痛 其实就是牙肉发炎 或者有时可能摄了一些髒东西 所以令到前面的牙珠 或者会有牙齿的毛病 那些我们都会建议 越早剝越好 那说到越早剝越好 其实坊间都有不同的说法 到底何时剝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 那在医生你们的角度 其实会建议 可能在什么情况下 就快点剝了它会好些 如果那个智慧齿 是自己可以清潔得到 是可以完全打理得很好 不会导致有其他口腔的问题 比如猪牙 或者牙周病 或者放食物 那当然不是一定要剝的 但是有很多时候 如果它真的出了半只 而我们用尽方法 多勤力都好 都是不会清潔得好 或者它会试过痛 或者会导致前面的牙珠 我们也是建议 越年轻剝是会越好的 因为越迟剝 这些问题只会继续累积 它是不会自己解决了这些问题 而剝哲卫齿 它有它的风险 那这些风险会随着年纪 而继续增加 怎样判断为之清潔得好不好 如果整天都可能 会放了一些脏子 每一次吃完的 都要找东西拿出来 或者那个位置 整天都会有些肿胀痛 其实都是代表有细菌在积聚 令到局部的抵抗力破坏了 导致会有蛀牙 或者我们的学名叫官周炎 就是牙官周围发炎 有局部的牙周病 这些都是需要去处理的问题 其实如果有需要去剝 但是病人又很害怕痛 不去剝 那有机会演变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一直拖延 当然它可能会有局部的牙周病 可能会自己的智慧齿会蛀牙 或者导致前面一只有用的大牙去蛀 当然如果它一直都不处理 这个情况是会继续恶化 可能譬如有一天 突然间它整份面肿了 原来有个严重的细菌感染 我们久不久在医院那里 都会接收到这些病人 它一直拖延 没有处理一个有问题的智慧齿 令到那些细菌可能入了一些组织 甚至当然讲到最严重 可能会肿脏影响呼吸 要入深切治疗部 这些我们是久不久会看到有的 或者有些情况是完全没有痛 没有不舒服 不过它有一个病变 导致一些水瘤 或者良性的肿瘤 这些可能都是很需要 立即去处理 也想问一下医生 因为都知道剝治为止 其实有分局部麻醉 或者全身麻醉 可以因应什么 考虑的因素去选择哪一种 其实手术过程是没有分别的 当然麻醉过程会有分别 局部麻醉 顾名思义我们就下麻醉药 去麻醉了一个局部的位置 令到整个手术过程 病人是感觉不到痛楚 为止局部麻醉 当然病人是清醒的 他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他不会痛 所以我们可以很顺利地做到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有些病人是很紧张 或者他有些身体的缘故 他不能接受局部麻醉 我们唯有选择静密振症 就是放松的人 承用这些镇静的方法 或者用全身麻醉 真的好像暈了睡了 去做这个过程 通常有些人是很害怕的 他见到牙医都受不了了 那我们可能局部的过程 要处理他的情绪 不可能做得到 那我们就会建议他 可能需要全身麻醉 如果想一次过全身麻醉 可能建议全身麻醉会好一些 其实是否一定要这样选择的呢 是否又根据自己摸多少个来决定 都不一定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局部麻醉 一次过摸四个位置 这个都不是问题 好视乎手术的过程 比如如果手术是一边都要做很长的 那可能我们分开两次来摸 局部麻醉每次做一边 会比较合适 病人又不会那么累 但是如果全身麻醉可以 反正他都睡了一觉 通常我们会建议不如一次过做完四个吧 但是不是一定要四个 就全身麻醉 其实不一定 那说了这么久 其实摸智慧齿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简单来说 摸智慧齿的手术 如果智慧齿的手术 比如我们摸下面的智慧齿 很多时候因为它不够胃出 我们都用一个手术的方法去摸 手术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打开身体一些的组织 去到一些位置去进行这个过程 或者手术 简单来说 我们会揭开牙肉 接着把牙分开拿出来 清分干净 链针 这样会为之完成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条片 我们在局部麻醉 我们会下麻醉药 接着我们会揭开牙肉之后 我们看到那个牙齿 我们就会用一些钻去把它分开 因为让伤口可以小一点 接着我们将它分离了 拔开它之后 每一部分逐少逐少拿出来 有时候可能都要分到四份 五份才能够取出一只牙 让伤口可以比较小一点 总痛希望会少一点 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再清洁 包括用生理盐水去清洗 将一些发炎的组织拿走 到最后 因为我们都打开了身体组织 我们就会连针 将那个伤口缝合 通常这些线 我们会在第一至两个星期左右 就会帮它拆了线 通常医生帮它拆线的时候 也可以检查一下伤口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并发症 有没有发炎 有没有影响到神经线 各样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完成 看手术片就是剝下排的牙 至于如果是剝上排的牙 又需不需要去做手术开刀 大部份上高的牙 都有机会出得出来 或者出到部分 我们就不需要揭开身体的组织 不需要用一个手术的方法 我们可以整松它 就拿出来 通常用这个方法 它的肿痛都会比较少一点 刚刚也有听医生说到 其实手术都有相对的风险 或者出现的并发症 不如我们再讲解一下会是什么 一般的风险 譬如会肿 会痛这些无可避免的了 特别是肿 老实说都会挺肿 因为在面上一肿出来就会看到 纵然现在戴了口罩 老实说痛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头两天 吃一些强力的消炎脂痛药 让他的痛是舒缓一些 有机会伤口是会发炎的 因为口腔是一个很骯髒的地方 食物也有可能会走到伤口 令伤口会发炎 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建议开一些抗生素 一些比较少出现的情况 但也有严重的风险 譬如我们讲会有神经线的影响 有两条大的神经线 重要的神经线 会在指位置附近经过 相对是会有高危一些 一条我们叫下齿槽神经 是比较下嘴唇的感觉 另一条是利神经 在牙肉的内側就是利神经经过 供应过利神经的感觉和味觉 我们都会和病人讲有这样的可能性是会做到 但是也都是视乎牙的位置 才知道风险有多高 其实听到有机会影响神经线 都很害怕 有没有说可能大概出现的机会 就是你行医那么久 其实大概是多少 我们香港大学早几年前都出了一个研究 我们看到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整体的机会大约是少于1% 香港来说 比世界其他一些数据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 而当中三分之二 就是大约0.6%左右 是会弄到利神经 有0.3%是会弄到下齿槽 就是嘴唇感觉神经 在做完手术之后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呢? 可能在饮食上 或者伤口狐狸上 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因为头两天肿会痛 除了我们会建议病人 吃止痛药 吃抗生素 也都需要敷冰去减低肿痛 我都会建议病人 可能吃一些软的东西会舒服些 因为如果还要努力去咀嚼 在附近的肌肉开始肿起来痛 是会没那么舒服的 可能我会建议病人 请一下自己吃雪糕 或者可能睡觉 增高一点枕头睡 让早上不会忽然肿得太厉害 但是通常说这些不舒服 一个星期之内 应该好得八八九九 如果说面肿那方面 是不是都可能是 几个星期之内 如果还看到 其实就反映着其他问题 我们担心 如果真的伤口发炎 通常可能第四、第五日 肺脏的肺脏的肺脏 我们需要去处理 我们建议病人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要告诉医生 让我们医生看看 有没有需要 去帮他做一些处理 如果真的发炎 我们可能需要放龙 做一些清洁 甚至转一些抗生素 去到剝完智慧市之后 其实我们牙肉的位置 就多了个洞 平时就很容易摄食物 如果真的有食物卡住了 应该怎样处理会比较好 我们会建议病人 可能每次吃完东西 都用一些水 或者如果滋阴一点 用一些和暖盐水 去浪一下口 去将一些污脏的东西 在牙孔中冲出来 这个其实都急不了 因为身体最后 都会将这个孔去填满 但是过程会比较慢 我们通常说六个星期 至到八个星期 这样的时段 今集很多谢梁医生 今场正的讲解 今集时间又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娱乐含有丰富钙质 吃得健康更加热 想要活到二百岁 就要为自己做好准备 请你吃娱乐 新电话 当然了, 即买即享受 说得对, 即买即享受 坊间有些即期连金 投保之后可以下个月 立即由全收 对对退休人士 即买即享受 看看, 真漂亮 请你给订 Li半价 既然糊还能恢复